慈戒有这些功德 然后慈戒是为了什么 其实慈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脱 那么解脱不单单就要有戒 解脱一定要有文若会 我们慈戒不只是为了慈戒 包括也不是为了升天 也不是为了能够有明文力养 都不是 慈戒就是为了解脱 但是解脱一定要有无若会 解脱的关键是什么 解脱的关键是无我 就是你要见得缘起 见四地 见无我 你如果没有断我剑 你是不可能得解脱 那我剑要断 这个就是无若会 你一定要有圣身的智慧 那这个无若会 就是没有砸烂的这个智慧 清静的智慧必须要有定 如果没有定 你也不容易发无若会 那么定最大的功用就是 第一个挑副烦恼 第二个 第二个引发神通 第三个就引发无若会 最主要就是引发无若会 但是你没有戒你就很难得定 没有定你就不容易有智慧 最少最少也要有味道地定 所以解脱的解脱不是为了升天 不是为了名门利养 而就是为了就慈戒 慈戒不是为了升天 不是为了名门利养 就是为了得解脱 那解脱所以慈戒之后就要修定 进修于定学 以五欲五干 那前面那个只是修定都清楚 真正修定 就是要以五欲去五干 好 那我们来看 为了修定而慈戒 所以叫做增上戒学 那么戒学清静 当然要依戒而进修五定 如果你只是持戒就好 那个不能得解脱 单单持戒不能得解脱 那么一定要再修定 所以他前面一个一个 到最后得解脱之间 首先要肯定认识 如修定 要想而想有成就 就是修定要成功 要成就 那么一定要离欲 及恶不善法 因为定 是属于色 无色戒的善法 一般我们就叫做四禅八定 这个叫根本定 四禅八 就是色戒无色戒的 欲戒色戒无色戒 四禅八定 就是色戒无色戒 初戒 二戒 三戒 四戒 这个是色戒 空无边 宿无边 无所有 非小非非小 这个是无色戒 所以他这个是色无色戒的善法 定也是善法 那么 欲戒基本上是没有定的 应该一般是这样 三戒 解脱是出三戒的 密戒 色戒 无色戒 这个叫做下戒 这个叫做善戒 那么色戒 所以基本上 一般我们讲 他定 这个是出三戒 这个叫做善戒 这个叫做下戒 所以烦恼 有所谓的五上分戒 五下分戒 那么出三 二戒 三戒 四戒 我们这样分 无色戒 有四个 空无边 宿无边 空无边 宿无边 处 基本上是这样 空无边 宿无边 无所有 处 非常非常非常 出 那么这个叫做善 这个叫善 也叫定 色戒 也叫善 也叫定 这个只叫定 不叫善 所以叫做四善八定 四善 八定 这八个都是定 这四个叫善 也叫善 也叫定 所以叫四善八定 那四善八定 就在色无色戒 那一定要先领域 你没有领域 你到不了色无色 到不了色戒 那预界里面 预界里面的定 叫做味道地定 那 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 基本上也有久住心 从内住 到等持 一般我们讨论叫做味道地 味道地定 那味道地定 基本上不是根本定 勉强说定 那有久住心 从内住 续住 安住 静住 调顺 急静调顺 一直到等持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如果你的智慧很利的话 你没有春产二产 你在久住心这个阶段 你也可以引发无漏慧 那么你没有 你没有根本定的情况 你引发无漏慧 它就叫做会解脱 那么 但是 你又引发神通 就是 这个 这个跟这个 这里不行 这个没有办法引发无漏慧 等于在后面会讲 就七一定 这个没有办法引发无漏慧 你定修太高 没有办法引发无漏慧 那么你最低 要这样 这个才能够引发无漏慧 但是 引发神通的话 这里可以 这个底下没有办法引发神通 这边才可以引发神通 那么引发无漏慧 这个不行 最高这个不行 其他可以 引发无漏慧的话 这个不行 引发神通 这个都可以 这里都可以 市场发展都可以引发神通 但引发无漏慧这个不行 非常会非常硬不行 要非常非常一点 以前的才可以 所以这里 那 浴界的话 没有办法引发神通 浴界底下都没办法引发神通 那 但是 这个久住心这里可以引发无漏慧 差别在这样 好 我们来一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离欲二 及恶不善法 他说假设 你心在欲似上转 欲就是五欲 五欲六成 五欲就是什么 色身相归处 你在这些 这些就是表现在实意住行这边 不离欲界的恶不善法 那是不能进入色界善法 因为你没有离欲 你就进不了色界 你心在欲界 那么你就会在欲界上转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色界 所以一般你都要先引欲 那么才有办法上一层 这一点有些人是忽略 念念不忘引识难女 引识难女 我们一生最根本的欲望 一个就是吃 一个就是难女性 那么假设这个是欲界 欲界最主要的 欲界最主要的 就是引识难女 我们最大的欲望在这里 贪逐五欲 对人跟对事 做人做事 对人做事 不理恶邪 就没有正理正面 正面 就是你没有正与正业正面 你却想得定 你就没有办法得正面正定 发神通 就要引发神通 真是颠倒之急 最颠倒的道教中有印度教中也有 这个就在讲难女双修 就是道教中也叫做房宗宿 印度教一派也是这样 信密派 那么听说也有混进佛法中来 这个就是密宗里面讲的无上瑜伽 那么如果你只是看无上瑜伽说的跟道教皇宗宿说的差不多 差不多 他们的介教境界都是克制 但是都是基本上都是以男众为主 克制他可以就是在这个信息文里面他产生克制 他把它叫做五密 但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佛法 那有一些部分可能受到道教的影响 那道教因为道教的房宗宿发展的很早 那印度也有 那密教的这个双修基本上是 主要是受印度信密派的这一些影响 但是可能部分后来也有受到道教的房宗宿影响 你先来看 他说这个是想从男女 男女迎乐中修定 但是你在异界里面你就不可能得色界的病 说什么性命双修 身心双修 男女双修 那基本上佛法真正讲双修 现在很多人跟着男女双修 佛道双修 没有这个关系 佛跟道 道不同不相为美 发心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成就不一样 没有办法佛道双修 所以很多人里面修道教里面说佛教 叫做佛道双修 不对 这个没办法 男女双修 这个也没办法 佛法真正的双修只有两个 一个叫做定慧双修 一个叫做卑制双修 就只有这个 只有卑制双修跟定慧双修 没有什么男女双修 佛道双修 没有这些 他说这不单是哄骗余人 特别是诱惑那些有钱有事 而身心入见双修 想重情享受而甘召集的人物 他说从前都是流行于宫廷 宰观间就是有钱人的这些 那么这个其实像 印度的我就不知道 道家的皇宗宿以前蛮有行的 从三国以来 从汉朝就开始以来 汉朝一直到秦始皇的时代 其实有行长生过来 但是从汉朝之后 道教开始兴起 所以道教以前就有皇宗宿这种 那 包括什么玉女经 树女经 这些有所谓的皇宗七经 那么刚刚流行 从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水朝都还很流行 魏晋南北朝流行这种 就是刚刚教稿怎么男女双修后这种的 皇宗宿这种的 就有十几派 十几派 有名的什么皇宗七经 就有十几派 那 那 这个 就是在那个时代 蠻流行这种皇宗宿的 那么强调 甚至强调 不老 你修房宗宿可以不老 不病 不死 所以很多人趋出落物 很多人就是不老不病不死 可以得到 可以升天 可以成仙 甚至讲到这个盆主 八百多岁 都是靠房宗宿的 后来密教也很颠倒 密教里面甚至讲到 世交谋女佛 怎么修都不能成佛 后来靠男女双修才成佛 后来就是胡说八道 乱讲 所以密教后来所谓人上瑜伽 就真正成佛来要靠这个 后来道家也是这么讲 要升仙 还必须要靠房宗宿 除了炼丹之外 都没有炼丹 还必须要靠房 这个都是 后来都是胡说八道 所以导师才会在这里讲 哄骗于人 骗那些 骗那些余夫余父 甚至有情有事 又不想修行 又不想禁欲 然后 就 一方面享受武艺 一方面又可以呈现不老不病不死的 就骗这些人 所以他说以前就流行于宫殿 尤其在岳西南北朝的宫殿 很多都流行这个 那道教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也都有修 因为流行 其实 道教统也有看不惯这些 而欲严正 喷吉 那特别是像陆修镜 道教的陆修镜 就专门把这个 他就提出 就是道教喷吉的也有 但是 以前特别流行 流行到看不下去 就好像密教 密教流行 密宗流行这个 流行这个很乱 因为是红教 就流行这个双修 南与双修 道教 后来宗克巴也看不下去 提出来改革 所以宗克巴改革这个佛教 他强调要持见 然后 所以改革 就不修这个 密教也是密宗流 那道教也是有一些人看不下去 那主要是 他是说 有一个叫善清派的 他主张要断运运 另外有一个林宝派的 密宗有很多派的 善清派的 他就主张 你修行 你修行要成就一定要断运运 那佛法里面其实也是这样讲 那以前是 不是喔 以前是跟你讲 你这个防中处 可以让你 赶快 帮助你修道 就好像密宗里面 如上瑜伽这样讲的一样 那么另外 像陆修靖 陆修靖 他是道教的 也蛮 也蛮 魏晋南北朝 南北朝的时代的 道教很有名的 像那个 痰卵 不是 痰卵大师 不是去找那个陶宏景修仙道吗 陶宏景 其实 也是有这种 道教很多 因为南北朝也是有修防中处的 很多都有修 包括狗 好 那么其中有一派 这善清派 他是 他就 他出来批评 那有一个代表的人 叫做陆修靖 他也看不下去 導师 这里只讲到 道教徒 有看不惯这股邪法 而欲严正抨几 他就讲 陆修靖就这么说 在他的书里面讲 他说 颠倒乱忘 胡说八道 编导乱忘 不得而体制 什么叫做 不成体统 我骂你们 成何体统 不得而体制 乖为明典 就是 违背 违背经说 明典 那么 迷雾厚土 迷乱遗物 后背的人 后代的人 就照不知道 就照着这样修 结果是 一个一个沉沦 他就是披零 好 这个只是举一个 入修靖的例子 其实也有很多人提名的 所以 道教徒 那么 也有看不惯这股邪风的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导师举的是哪一个 不过 入修靖就这么拼命 那当时非常有什么 越境南北朝 一直到水朝都有 非常有些这个 刚刚流派就死几派 浅薄的道教主 道教他只是想呈先 修道呈先 那跟佛教的解脱 其实还差 还差 还差一大段距离 所以导师才会说 欠国人 都还知道 邪正 有邪有正 这个是邪道 颠倒乱汪 不同的意思 那么 有佛法正知见的 还会错误吗 就说你没有正知见 所以你就会认为 这个确实 确实是帐道 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有一个佛弟子 他认为 淫律不是帐道 他为什么这么认为 他还忽然在外面讲 所救我所听佛说的道 淫律不是帐道 他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说 这个出国二国三国的在家 就是也可以正道 他也可以正国 这些在家人有家庭 有夫妻 他一样有淫律 他也可以正国 可以正出国 二国三国 所以明显淫律没有战道 如果可以战道 他怎么会正国呢 他就这么认为 所以他就在外面说 在家人不能正国 他才可以正国 在家有夫妻关系 他也能正国 那代表淫律没有战道 他就在外面讲 偶偶就跟他叫过来 他想说你真的这样讲吗 我告诉你 淫律是正道 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是不对的 你不可以再这样讲 淫律是正道 如果他没有断淫律 他是真的不能解脱 所以有一些在家 他只是见法 见法他知道怎么学习 但是他如果没有断 他就不能得解脱 所以真正正三国的趋势 正三国把玉滩断掉 因为原来就是玉滩 那玉滩断掉了 那就正三国 正三国的他一定会出家 就算他没有出家 出家就离开出家 或是男的离开 基本上 民众也有很多正三国 那么只要正三国 他一定就断玉滩 那么断玉滩 他要不是就出家 直接出家 要不就是在家过出家的生活 他一定是这样 但如果没有的话 你正出国 你如果没有断 他也不会很重 也不会很害肉 但是他没有断 没有断的话 所以他这样 他会延迟他解脱 障碍他解脱 就是 所以有最多欺负 他就是说 人天人天人 所以他还是战道法 人意是战道法 所以他这个是 从佛法里面讲 是这样子 那有一些甚至编导 就认为 你要解脱 靠这个更容易解脱 跟道教讲的 早期道教一些 说 讲的一样 你靠这个 我道教叫做彩阴谷阳 那么这样的修法 可以不老 清秋涌柱 不病 不死 那么 成仙比较宽 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说 不说八道 编道 那佛教 佛教后来也有 所以他讲 也参见了 那 密宗的可能 主要是受印度教的影响 印度教里面有一派是专门讲这个 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都是男女抱在一起的 什么都翻喜佛 是污蔑佛 什么都翻喜佛 什么都翻喜佛 这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老师就讲 如果你真的有佛法政治正确的 那么绝对不会这样想 更不可能这样做 那么民国时代有一个说密宗的一个在教室 他也是说这个 还受到南大的恭敬的 而且认为佛法懂得还蛮多的 但是他还是学这个 他认为这个可以帮助提高他的境界 其实这个都是天堂 好 原来印度的三摩波底 老师在研究说 这个到底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意义是等质 平等能质 三摩波底 那么 他的意思 等质是从平等持心 到达这个定 平等能质 能质什么 平等就是心平等 那么能质什么 能质这个定界 能够得这个定 只禅定的心境而已 但印度人也称男女性交为三摩波底 持穷等质 就这样 那时也有心意集中 像有一些人 有一些西方的中学人 常问我 举个例来讲 我们修定的时候 会达到那一种喜乐的境态 有一些人靠那个吸大马 吸大马 或是吸毒 他也会到达那种境态 也会 有那种大热的那种 使热的那种情况 晃进出现 他会把它掺在一起 所以 那个时候 有心意集中 淫热片生 类似定心的现象 三残热是大热 这个 那么这 你献法涅槃的外道 那么拍拍吃饱了肚子的时候 这个就是涅槃 我们说涅槃的印度的原始意义 那我们有很多的苦啊 很冷 衣服穿上 就不苦 不冷了 冷是苦 饿是苦 很饿 它是一种苦 吃饱了 就不饿了 所以 当肚子饿的时候 那是有苦 现在吃饱了 拍拍肚子 不苦了 灭盘了 气是怎样 脚很酸 很苦 按摩按摩 不苦 摸摸膝盖 灭盘了 那印度人基本上 这是他们的日常用的 那佛法就 透过这个 苦的止息 佛法的灭盘 这是印度人 印度明天的灭盘 那么 佛法把它 把它生化 一切苦 一切的苦 就近 这个肚子 肚子 饿了 会苦 身体人的又苦 眼睛痛了又苦 很多苦 一切苦 止息 今天 吃饱了 中午 早上吃饱了 中午就饿了 中午吃饱了 晚上就饿了 晚上吃饱了 明天早上又饿了 所以要就近 止息 一切苦 就近 止息 不再有任何的苦 这个叫灭盘 一切苦 就近 止息 这个是佛法说的灭盘 它是从印度的灭盘的语意 衍生来的 所以他讲 这里讲 这正如献法灭盘的外道 佛法里面 献法灭盘 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指外道的 一种是指佛教的 献法灭盘 宪法 宪法就是现在的境间 那么基本上 有五种 五种基本上只是两种 一个就是五欲 五欲的满足 它就是一种灭盘 就是你说 你肚子饿 你吃饱了 这个五欲的受热 就是一种 五欲的满足 五欲的满足 就是五欲受热 那个就是灭盘 快乐的境界就是灭盘 这个是欲界的 另外一种是色界的 初禅 二禅 重点就是这样 因为这世间的 初禅 是一种灭盘 初禅的喜乐是一种灭盘 二禅的喜乐 三禅的喜乐 跟四禅的喜乐 这是一种灭盘 甚至有些讲到 空无边 四禅边 无所有 这个也是灭盘 那基本上这个叫做 五种宪法灭盘 那这个是外道 那佛法 经典里面也有讲宪法灭盘 就是指外道的五种宪法灭盘 那 导师上来讲 肚子饿了拍开肚子 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 也是一种灭盘 印度人的民间的灭盘 那佛法讲的宪法灭盘 有时候叫建法 建法灭盘 宪法灭盘 有时候也叫建法灭盘 也叫宪法灭盘 它指的是这一生 这一生正德灭盘 安生就正德解脱 这个叫做宪法灭盘 但是你现在 在菩提树下 成佛了 这个叫做宪法灭盘 当生就正德解脱 这个也有时候也用来说这个 一般来讲 这里讲的宪法灭盘 指的是这个外道 当中的五欲的满足 这个叫做宪法灭盘 所以 苦去而安乐 想得定又舍不得欲乐 就是去得到就是欲乐 从三摩波顶 十雄等智 这个智义里面 有意无意的砸楼起来 这才修精炼器 道教讲精炼神 那么密宗讲器曼明典 就讲这里 所以佛教不才知道 佛教不修生不炼生 生就是无产 就是苦 就是不敬 但是后来就是像道教就练丹 然后练器 精器神 密教就练器曼明典 就修这个 然后强调道教讲语化登仙 密宗后来强调可以弘光生 我们可以讲这个 其实佛法讲生的这一部分 其实不强调这种生的这种常 甚至后来有些人就必将要就是变成 佛教后来的像中国佛教有两个就是 第一个要不强调就是烧死后 而烧死利子 第二个就是强调要肉身不坏 其实佛教不强调这个人 不强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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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用功而不知不覺地誤入歧途 在因離的五欲及惡不善法中 佛法常常講離慾惡不善法 離慾就是離五欲 惡不善法是什麼 惡不善法就是五概 那五欲有些會把他講著 酒色才是這一些 不是 他就是色身香味粗 有些講到粗一點的叫做 財色名十歲 那也可以 但是比較粗一點講 根本的講就是 根本的講其實他就是色身香味粗 那有些是把它說成 財色名十歲 好 那五欲六成 重點是色身香味粗 五欲 惡不善法就是五概 所以這裡五欲是靜妙的 就是妙色 妙生 妙香 妙味 妙趣 這個是一般說的五欲 但是後來有一些論點 那麼雜樓這一些 就變成財色名十歲 這都第一五條梗 有人這麼說 不過一般來講 五欲是指色身香味粗 這是誘惑人心 貪著追求的物欲 妙色 妙生 妙香 妙味 妙趣 所以八觀哉戒 八觀哉戒是在家人修解脫法 那麼解脫一定要先離欲 要先離欲 所以離五欲 那如果五戒就比較沒有 五戒只是防止你不斷三六道義 防止你不斷三六道義 他還沒有像解脫 八觀哉戒就像解脫 一天除了五欲 五戒 所以五戒的第三條 不斜隱就改成不淫暈 八觀哉戒 五戒 前面是五戒 五戒的第三條 本來是不斜隱 改成不淫暈 後面還加上色身香味粗 不斜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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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尿身 尿暈 不香花蔓 香有徒生 這個是尿色跟什麼 尿香 不淫慮當然也有 淫慮基本上是色身香粗 雜容 還有不非食食 不作惡高管大長 這個是深粗 所以色身香味粗 就在這邊給你克制 控制 調伏 讓你的心清潔 所以在家受八觀哉戒 一天一夜 他基本上就離向前通 就是練習 練習怎麼樣調伏的理念 讓心清潔 所以佛陀時代 很多在家人去受八觀哉戒 像那個屁捨群 也有很多 莫利夫人 都是去受八觀哉戒的 為什麼 雖然是在家 但學習怎麼過出家的生命 向解脫 發這個出力心 那這個心情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只是不作三二道就好 我們還要在不作三二道的基礎上 能夠重解脫的上面 能夠學習整個修行的解脫 那第一步就是離五欲 所以八觀哉戒就是少欲之主而已 就是你五欲兩前這種習慣而已 所以他這裡講 五欲是靜妙 色身相畏處 其實他不靜 但是他也 他看起來很微妙 看起來是清淨 但是其實不靜 嚴靜 莊嚴 變成這樣 這是一個陌人心 貪求貪著追求的物欲 修訂的要色心向內 必須離棄他 就是捨離 所以對於五欲境界 要不受慰 這裡講到慰喚禮 修行的三個階層 叫做慰喚禮 慰就是慰著 慰著他 慰著這些五欲 慰就是慰著五欲 你要離 你必須要思維他的過悍 思維他的過悍 了知思維他的過悍 然後要能遠離 在阿安經裡面佛陀教導佛自己 基本上都是叫做慰喚禮 所以他這裡講 他這裡講 要不受慰 不貪愛 慰就是貪愛 慰著 貪愛 貪愛什麼 貪愛這個五欲 那麼 他說 不為一時滿意的快感和過亂 就貪愛 反而要看出他的過悍下 也要思維過悍 以種種的理論 種種的事實 來喝著他 看五欲 為偽善的報徒 唐一的毒藥 包著唐一的毒藥 他思維要傷害你 但是他表面裝起來對你很好 偽善的報徒 刀頭的蜜 刀頭上有蜜 看到那個蜜 沒看到那個刀 結果 舌頭去舔這個刀上的蜜 那個蜜 一點點 舔是舔 但是 也吃不飽 也沒有到多好 但是一旦被刀割傷了 你幾個月 都不能吃飯 吃飯都會痛 所以 刀頭的蜜 你必須去思維他 才能不娶靜妙相 不生懶著 就是慰著懶著 這個慰就是貪懶愛著 貪懶愛著 這慰著 貪懶愛著 貪懶愛著 那五欲都是這樣 那每一個人貪的五欲不太一樣 色身相位數各有各的什麼 各有各的貪懶 那所以 你必須要這樣 你才能夠思維他的過患 你才能不娶靜妙相 不生懶著 懶著心不起 就叫做靈慰患乳 思維他的過患 然後就 不生懶著 就懶著心靈 因為你一開始是懶著的 你一開始是懶著五欲的 那麼你思維過患 你不懶著 就不懶著 就叫慰患乳 那我們一直都是在這個過程上 用功 那麼看你餵著什麼 你就要去思維他的過患 那麼一直到你不懶著他為止 就是為止 那麼就這樣 不斷在這一部分用功 餵患乳 餵患乳 所以一般叫做 極滅餵患乳 你要知道你的苦從哪裡生起來 從一夜 一夜從哪裡 從一夜 那你知道 煩惱是不是煩惱什麼 就是執著這個五欲 主要一開始是怎樣 那麼在五欲裡面 所以你不懶著就叫做靈慰 那這個是阿蘭軍裡面就說的 在五欲中 男女欲是最嚴重的 這是一般來說的 但是有一些人 其實對男女欲也沒有很考慮 有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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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男女欲其實 他並不那麼耗耀 但是欲界的眾生來講 大多數都耗耀 那男女欲是最嚴重的 這是以醋欲為主 醋就是魔術 互相接觸 那麼 男女欲其實是 我們講淫欲 我們說過 男女 飲食男女 這個是四欲雜成 飲食男女都是四欲雜成 那男女欲更嚴重一點 不過當然你黑頭吃的時候 你也不會想男女欲 飲食男女 這個是人之大欲全焉 這根本欲 這個是活下去的動力 這個是傳染後代的 基本上 飲食是色 一般我們講色香味俱全 色香 應該是五欲裡面 應該這麼說 這樣畫比較 五欲色身香味促 就是妙色 色身香味促 這是玉界的特點 到色界就不是這樣 色界就不一定這樣 色界沒有鼻觸 沒有胃觸 這個是我們玉界 飲食男女 那男女的玉 比飲食的玉更難產一點 甚至四十二章經說 世間還好只有一個這種 這種這麼難產的慾望 如果有兩個 大多數人是不能修行的 飲食是色香味促 我們一般都叫色香味 但是我們有著重那個口感 暖滑 其實還蠻著重那個口感 味道 香氣 跟好看 好看 那麼男女是色 生 香 醋 他基本上 所以 男女最重要在醋 醋 那 飲食 基本上 可能是貴 但是 基本上 就是 這個都是 肆慾雜成 就是 黏著性比較強 比較強 所以 他說 男女玉是最嚴重的 就是 就大多數的人來說 真的 有一些人 他對這個 也 也 不會說很重 不會 這是以醋意為主 色得色身香 所以是色有醋 色身香趣 男女的恩愛殘腐 是極不容易處理的 對多數人來講 不容易處理 多少人為了男女行愛 引出無邊罪惡 無邊苦痛 經中行融為 如緊緊的神索 付得你破皮破落 斷金斷骨 還不能捨 好 那麼導師引的這個金 我們來弄清楚一點 基本上 導師引到這個 斷金斷骨 破皮破落 破皮破落斷金斷骨 一般來說 經典上如果這麼形容的話 他不是在形容淫欲 他是在形容利養 就是明文利養 那 但是 我們來看 有一部經 也是 他有稍微說到 就是說 像這種破皮破落斷金斷骨 他主要是在講 講這個 講這個 利養昌生 你說法治多倫 法治多倫 老師很喜歡引用法治多倫 他說利養昌生 利養 想像明文利養 像生了一個倉一樣 這個流來 流長得很久很深 斷皮 治肉 斷皮治肉 斷肉治 這是這裡講的 斷皮斷肉 斷骨斷水 斷金斷骨 斷皮之後 斷肉治骨 然後 斷骨治水 斷皮治肉 斷皮之後 斷肉治骨 斷骨治骨 斷骨治水 就是一個 這就是上集裡 斷皮斷肉斷骨 斷精斷骨 斷骨 斷骨 今天要安靜講 力養之豹 力養的果豹 它的一個產生的作用 斷仁入皮 以斷皮變斷肉 斷仁入皮斷肉 斷皮就斷肉 開始就斷肉 一層一層 斷肉之後就斷骨 都是在講這個 斷骨撤髓 斷骨來自撤髓 骨裡面有骨髓 就一層一層 深入都不知道斷骨撤髓 斷筋斷骨 那講到斷筋斷骨的 就是比如說像正法念促金 正法念促金 他就講到斷金斷骨 但是都是講明文力養 很多經都是這麼講 力養昌生一樣 跟大眾人講的一樣 力養昌生 力養昌生 大眾人講斷筋 力養昌生 斷皮壞肉 斷筋破骨撤髓 斷皮壞肉 斷皮壞肉 斷筋破骨撤髓 破骨撤髓 破骨撤髓 我們會看到他都是在講力養昌生 另外還有本事經也是一樣 還有一個本事經 他也是在講這個 我們就不寫了 他講的更多 破膜破皮斷筋 如果本事經寫一下 他一樣是講力養 他說披貝助力 一樣是講力養 也是明文力養 他是破膜 就是皮上面有個膜 先破膜 然後破皮 破皮之後破肉 皮下面有肉 然後肉下面就是什麼 筋斷筋 斷筋麥 然後筋下面是什麼 就骨 斷筋斷骨 斷骨下面就山水 筋斷筋 我們舉了這麼多 其實是 你會看到波士在講什麼 明文力養 波士在講力養 但是導師講的這個是 盈獄 他引的是什麼經 另外有一本經 但是這本經不是特別在講盈獄 但是有關係 就是如果我們來看 就是主要是這個 主要是大支筋 老師很會用大支筋的 斷筋斷肉斷筋斷筋斷筋 然後其他的經典裡面就講到斷筋斷骨 但是這個不是講利養 老師這裡是在講 隱遇 難隱遇 那這個是哪一本經 是 但是這本經重點不是在講難隱遇 它是 它是在形容 是中阿蘭的木基隱遇經 回去如果有空可以找來看看就知道 中阿蘭的經文都很多 它引了十幾個比例 好多的比例 中阿蘭 中阿蘭有一本經叫木基隱遇經 這個木基隱遇經 我們先稍微來講一下 他說 他說 佛陀有一天帶著一群比丘 然後走過一個地方 看見一個木頭很大 然後那個木頭火在燒 燒得很厲害 那佛陀就跟他講 主比丘 那麼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假設 假設 你想 抱著一個 那個木頭在燒 那個木頭燒得很厲害 很烈 很大很烈 這個木基 這個木頭火在燒 燒得很猛烈 他說 他說 你看看 如果有一個人抱著這個木頭 或坐在這個木頭上 或抱著這個木頭 這樣比較苦 還是 抱著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比較苦 他說 當然抱著木頭比較苦 這個燃燒中的木頭 這個木在燒 抱著這個女人又漂亮又年輕 有一個 很年輕的 很漂亮的 然後 這個 打扮 穿的都很漂亮的 你看 是抱著這個木頭比較苦 還是抱著那個女人比較苦 佛陀就問他 他說 這些比丘當然說 當然是 當然是抱著木頭比較苦 那被火燒死 那個很痛苦 抱著女人當然不苦 他很快樂 佛陀說不對 你抱著木頭 就算被火燒死 你都不會墮地獄 你現在抱那個女人 那麼 你死了之後 現在好像好 沒有多久你就下地獄 那地獄的火比這個 地獄的火比這個 猛烈幾千倍幾百倍幾萬倍 時間更久 所以他是用這個頻率 來告訴他 來告訴他 看事情 他用了很多比例 這個是第一個 看事情不能這樣看 你要思維他的過患 不然你可能 看起來是好的 會讓你受很大的痛苦 那這裡就講到 這部經裡面就有講到 所謂的斷姬 就是 就是這個 斷金斷骨這樣 他前面是先講 如果是一個修行人 那麼他是這樣 如欲成 如上犯人者 他是說 如欲成 如果你想得到 如上犯人 就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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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您抱木雞 不與命中 因為木雞 你不與命中 生地獄 那麼 因為 你不會因為 抱這個木雞 命中 你可能會死 沒有錯 你抱這個燃燒中的木頭 而且木頭很大 很冷 那麼你死了 你也不會 不與命中 生地獄中 但是 你現在是沙門 犯戒 落犯戒 他說落犯戒 假設 那麼 非沙門稱沙門 非犯戒 稱犯戒 就是 你是沙門 你卻不行 沙門行 那麼 你應該修犯戒 那麼 你卻不修犯戒 他說 這個 命中之後 是生地獄中 那 地獄的火 本獵過這個 木頭的火 多少倍 時間更久 那 然後他就 就舉了一個例子 就開始講到我們這個 斷金斷肉斷骨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 這個第二個例子 這個是有關於男女的 這個是有關於男女的 他是講 他是講這個 一個木頭在燒 跟一個女人 年輕的女人 那麼 木浴相熏 而且 穿著衣服又很乾淨 又帶著陰落 莊嚴其身 那麼 就當然 就比較起來 當然 這個就是有所謂 男女欲的這種比喻 另外 他第二個 第二個他就說 這個就講到 導師引用的這個 但是 我們看 他說 緊緊的繩索 經中形容為 緊緊的繩索 敷得你破皮 破肉 斷金斷骨 還不能捨立 他是這樣的 也是目擊欲金 第二個比喻 這是第一個比喻 報名人跟報木頭 燃燒的木頭 他說 若有律師 一個很有力量的人 以緊緊鎖毛繩 就用繩索 捆得你很緊 以緊鎖毛繩 繩索 綁住你的腳 他是手 這個應該是面穿的 比較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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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鴿背 斷皮 把你綁 綁得很緊 綁到皮斷 那麼 斷皮一斷 然後馬上斷肉 斷皮之後 又綁又緊 然後馬上斷肉 越捆越緊 斷肉之後 就斷筋 所以導師引用的 假設 你真的硬要說的話 那就是 就是這一步 斷肉之斷筋 但是這個也不是特別在講難領域的 這個不是 但是有關係 因為把這個跟這個結合起來 斷肉後斷筋 斷筋之後斷骨 斷骨後至斷水 斷骨以至水而住 到斷水就沒有斷了 到斷水 也不是斷水 就是那個水流出來 這個水流出來 流出 就沒有了 那麼 這樣說 這是一個比例 另外一個比例是 有人犯自居事 你受到他的信思 按摩身體手足 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 用繩子 把你的手 把你的手 把你的腳捆 捆到很緊 捆到斷筋斷肉 斷筋斷骨出水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供養你 供養你 然後把你按摩 然後 這個 讓你 按摩 然後按摩手腳身體 按摩到你很舒服 那哪一個比較快樂 當然是 你被按摩比較快樂 你被按摩比較快樂 你還被綁滑到那個苦 比較快樂 他基本上是在講這個 那你還是說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 那麼真的要休息 你不可以貪圖這些快樂 那不可以 如果我們把第一個比例 跟第二個比例 結合起來 他變成就導師這裡講的 那但是 經裡面 主要不是在講男女一 所以 因為導師看了太多書了 所以他 把這些印象結合起來 就講這個男女一 斷皮 破皮破落斷金斷骨 好 那麼這是與定相反的 所以是在家 就是在家地址 如果想休息禪定 也一定要怎麼樣 要節制這個營運 那麼 如果沒有 那其實是不可能得定的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斷這個愛運 特別是這個營運 你想獲得 內心的基金 這是決定不可能的 那你要得定 也是很難的 這個是 經典裡面告訴我們 好 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故極於一切 故極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